好在这边呢我们要讨论的是124页的客户测试站 ok 第一题要写出三个与我国马来西亚相同时区的外国城市 所以他都是属于加巴的那个城市 所以我们知道最简单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新加坡 中国北京然后还有新加坡 然后还有印尼马里拉 印尼的马里拉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下表显示两个十 两个在这一边 下表显示两个城市在同一时刻的当地时间 找出两个城市的时差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这一个7-4就直接是三小时哦 然后这一个am 然后这一个是2015 10 这一个是111510 然后很明显的相差9个小时啊 好 这边7-4等于9 然后20-11是9 1515那边一样了 ok ok 7-4 7-4这边是3 写错了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然后下图显示两个国家在同一时刻的当地时间 丹麦跟新加坡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相差几个小时 我们的这一个呃 10-3 7小时 ok 所以在这一边 08-3-0 10 ok 减掉7小时 08-3-0-10 减7 就会变成01-3-0-10 ok 好 01-3-0-10呢 也是1.30am 然后 它在6.30 10 抵达 前往丹麦 ok 然后 14小时 30分钟 抵达丹麦的当地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有小时 和分钟 ok 它6点 30分 经过的14小时 30分钟 抵达 这一个60 然后 这一边是20 减60 加1 所以它是210010 晚上9点抵达 可是晚上9点呢 它还要再减7 然后 它会变成140010 ok 所以它这一个是140010 ok 或者是 140010 或者是2点 pm 抵达 好 下图显示指缝从英国伦敦飞往吉隆坡的信息 10 差8小时 然后 吉隆坡当地时间是这一个 2日3点pm 然后 航程13小时 然后 从英国伦敦起乘时的当地时间 从英国飞往吉隆坡 从英国飞往吉隆坡 英国它是 英国伦敦它是 但是其实应该是加0 加1 加1 ok 我刚刚有在这一边 我有找过 这个 英国 伦敦 伦敦 的时区 加1 可是 英国的时区呢 其实是 UTC 原本是加0 它原本是加0 加0 0 那应该是0 ok 好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 它从 这个 呃 从英国 伦敦 加0 来到马来西亚加8 所以他要加8个小时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嗯 从英国伦敦起乘时 抵达是在这个时候 然后 航程13小时 OK 他的抵达吉隆坡 然后 启程 是这个 哦 这里有有有难度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抵达了那个 日 小时 和分钟的时候 他抵达的时候是二日 然后这个是一五零零时 然后一五零零时 OK 然后他减掉13小时的飞行时间 OK 这个是二日 二时 然后 然后 吉隆坡 现在是吉隆坡 回到 这个是吉隆坡的时间 OK 呃 二日 零二零零时的时候他出发 这样 那个时候呢 他的这边回去他要减8个小时 英国当时减8个小时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不够的时候 我给他加24 OK 一天24小时 26 然后 所以在这一边 26 减8的话 他是18 嗯 所以他这一个是 18 零零 所以他是 呃 一日18 零零时 对 嗯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什么 指封从英国伦敦起乘时的当地时间 嗯 嗯 OK 四 呃 十二 月 一日 18 零零 十 好 so 这一边我就 把 这一个124页的课后测试上 讨论完了 然后 这一刻就讨论完了 嗯 下一刻另外的影片 下一刻另外的影片